社交媒体结合互联网的传播威力 无缘忽解 为传统媒体带来冲击 这股灵量是一时风潮 还是会改变世界 根据市场调查公司统计 要接触五千万用户 电台用了38年 电视13年 互联网4年 不过社交媒体不用一年 用户已经超过两亿 交友、交制、甚至发表意见 社交媒体改变了不少人的日常生活 有人甚至制作影片放上网 分享兴趣之余 还将它变成一门生意 明仔十四是有二十五万二千四百六十五万 在香港社交媒体用户估计有超过四百四十万 当中不少人还开设自己的影片频道 Tommy和他一班朋友都是其中之一 我主要的工作都是在网上经营自己的YouTube频道 当它像一个电视台那样去经营 我不是想退休 因为网上23很快会逼我们金盔仔手 我就对着镜头说些废话 司徒可能会少论政治 少许化妆 傻上臉都 Honey就变魔術 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里 找不到一片自己很喜欢的天空 我不会轻易停下来 曾经在电视台的特约演员 然后没什么机会 但有网络之后就变成有些人认识的演员 但是没什么人知道 我电视台第一份工作其实是曝天气 机场地勤做过 送餐、销售、卖保险 各式各样不同的工作 因为发觉很沉闷 每天都朝九晚用和很黑板的生活 所以希望可以寻求一个变化 十年前,社交媒体风魔全球 在外国,不少人因为上载影片而成名 好像他扮演历史人物对谈 他就教美容化妆 他教影片的广告 赚取年薪400万利金 他就拍片拍到成为时代雜誌的年度风云人物 他们都叫自己做影片博客 欢迎三位回来香港最近创建新秀战 2014的最后最后阶段 最近有本地网上媒体 我最喜欢的就是摄一摄 摄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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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的 我毕业之后就是继续想着我拍片的一行 但不会一行这个玩意看下 是否内心能够吃呢 任何絲毫的可取之處 你都可以上去搏一搏 人人都可以做主角 真的 其實你最重要 你是有一部電腦 家裡有互聯絡 有部機器 這樣就可以了 我一月開啟的這個頻道 剛剛搬進來這裡的時候 就整天煮食 立即放入一個 中猛火燒熱的油道 一天老婆就跟我說 不如你放進去 放上youtube, 跟別人分享一下 我先去買個瓶鍋 大一點也好 我來做火雞 檸檬呢 煮食算是我一個很大的興趣 因為現在尤其是有這個頻道 每天都打算煮食 一下班、一睡前 都打算明天去哪裡買東西 煮什麼菜 阿康做過廣告創作 現在全職做物業買賣 一年前, 他開了影片頻道 分享烹飪的樂趣 生活從此不一樣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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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右邊有些香草 首先有些香草 然後有些薯米草 然後有些芝士的三種 雞湯 因為我不想出鏡 他們都不想經常看到我的樣子 不要突然間有彈出頭 這個步驟就是要把牛油塞進雞皮和雞胸中間 慢慢把牛油塞進去 把牛油塞進去 焗12分鐘至15分鐘左右 拍完東西之後就打開攝錄機 錄音、字幕全部一手包辦 買個漂亮一點的麥克風 全部爆肚 想到什麼就說 有網友問我 想不想念英國的聖誕節 那我當然掛了 基本上不同的玩法 我掛著英國的聖誕節 一邊教煮食 一邊分享自己對生活的觀察和政見 加上中英文字幕 阿康說網民對影片的反應 出乎他意料之外 見到一些留言 就是我是西亞的網友 我是台灣的網友都有 可能他們也要看著字幕 這頁就是訂閱我頻道的人 從哪裡來 至今有接近六萬個訂閱人數 有三分一是來自香港、澳門以外 好像是搭地鐵過海 然後在旁邊看著住家男人 我就站在旁邊看看他看什麼 那時候心裡面怎樣 心裡面當然是心花老房 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日漸普及 博客網上分享成為很多人的娛樂 不少博客也乘勢提高知名度 製造商機 師徒甲帶絕對是因為來自甲帶師徒 這個四字詞語 即我那種所謂抽水 所謂一些旁敲側擊 或者一些活該對某些東西的評價 也都是切合所謂師徒甲帶這個名字 3 2 最近有飯很火的就是番茄飯 番茄飯的奧妙之處一個字 懶 這個是飯煲焗的焗飯 焗飯當然要有個名字 那叫什麼名字好呢 我就閃出智雲焗飯這個名字 陳學明開了製作公司已經十年 一直希望成為演員 不過直到兩年前 他虛構司徒甲帶這個網絡人物 才有人關注 吸引到超过17万网民订阅他的频道 司徒夹大我也知道是谁 你需不需要又跟电视台拍摄效果 所以一定说好吃 新媒体的勇言 和这个社交平台的出现 给了很多机会大家 他入门的门槛不高 甚至没有了 你的饭漂亮不漂亮 我想我叫做智云焗饭 这件事其实是抽水的 抽水的意思可能是拿着素 或者沾光了 我有点沾了智云的光 广告收入是不少影片博客的主要收入来源 令影片的内容和对白要遷就广告客户的要求 你是不是好事 Exactly 我会欣赏你 什么 摸到客户要些什么 是不是有大事 最好就是跟足 最好就是跟足 收到四位到五位数 我终于想到一条令我们东山再起的载 就是表演这个 博客在网上的影片 商业味道越来越浓厚 引来赚钱多过创作的批评 传统媒体像电视那样 有时播广告你也走开 那为什么我上网 我已经不看电视了 我还要看广告呢 但是反过来 我们不拍广告 又不能够继续营运下去 近年博客大行期到 其中一个原因是 网民会跟着他们的推介去买产品 遭周不少商机 首先就用摩法水 令到面蛋性和水分增加 我去买个面包 我连面包店收银的妹妹 都会很兴奋 很兴奋的问我是不是豆瓶 我们除了用手之外 我还有一个不用钱的方法 就是用匙羹 Branda叫自己做美容博客 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美容心得 点评不同的产品 上面的金箔 有点闪闪发光的效果 伙伴找我做生意 有很多不同的品牌合作 Branda试过月入超过五万 她说自己一张照片 一段片甚至是一个动态分享 都可以成为她的收入来源 这个有三点的 当你按了这三点的时候 她会有些不同的所谓的镜子 她们选择 手机品牌 她出了新的手机 所以想找我用这个产品 拍摄一下这个情况 放在社交媒体上 给我的粉丝看 刚才看完之后 你觉得哪些合心 你就拍下它 照片也好 现在要很滲入生活 不是说电话很好用的 大家都来买 而是我拍了一张照片 可能有人会问 用什么电话拍的 效果挺好 我才再回答 公关行内指出 博客的收入 和他专业的追随者数量 和赞好次数成正比 以最热门的博客为例 分享一张照片 大概有三千元 而上载一段两分钟短片 就可以赚到两三万筹炉 口传的威力 可能甚至比大众传媒更高 全职薄下 可能需要和一些公司 进行一些商业的交易 是有筹炉 收了筹炉去做这些动作 做全职影片博客的陈学明 靠网民的点击率 增加广告收入 不过 他观察到网民 越来越抗拒博客 利用社交媒体赚钱 作为一个YouTuber 其实主要有人看 是看你自己的影片 而不是看你去买一些广告 或者一些直入式广告 你对于未来YouTuber 当他们要拍广告的时候 怎样可以令到我们的观察 没有那么反感 不会觉得 又在买广告 有一些观察的反感 是源于一个问题 就是你做什么 骗我看广告 首先我希望 未来我拍的广告 我尽量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那条是广告 不要到你进去 才觉得我骗你 但是这个怎么做 我都还在想着 亦都还在跟 Agent 或者其他YouTuber 聊着我们可以怎么做 近年博客商业化的争议 越演越烈 有网民甚至自发 在社交媒体开设专业 揭发博客收酬炉 或者赞助 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结果专业一出 就吸引近三万人赞好 直入式广告的问题太过严重 看到有很多他自称是真心分享 但是后来 因为有一些影片的漏洞 就被人发现了 原来他是在买广告 如果你不是这样 尝试去误导那些观众 其实不会有那么多人 一起去批评那些博客 一开始都会跟他们买的 都很多买回来之后 觉得不好用 一个就是我用了之后 全发面都敏感 然后这里有一些洗面肌 primer 眼线不同 睫毛 都是用了一两次 就没什么再怎么用 放在一边 头一两次 我会觉得可能是 那么不合我 但如果一次又一次中伏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怀疑 其实这些博客 很多都是收了钱的 其实是夸大了功效 所以 就是重伏重得多之后 就越来越少 看这些博客 林婷欣在大学 修读全理系 一向有写网字的习惯 最近他写自己 被美容博客 误导的一篇文章 就引起网民很大共鸣 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博客 可能被人攻击得很厉害 其实我有点怀疑 他到底在这件事里 他流失了多少观众 未必再有这么多人 会相信他的说话 网上你又不用付钱看 为什么要求这么高 这个是当初做这件事的时候 从来没有估计过 就是觉得以前做的时候 只是为了开心 有些什么我自己背飞 但原来不是的 Tranda是其中一个被网民揭发造假的美容博客 结果他不单只收入大跌九成 还被网民针对 甚至连累家人都成为攻击对象 看到留言很害怕 我想10个有11个都是骂自己 要用一些透明的胶水 擠出来都是透明的那种 均匀地塗在双眼皮贴上面 有很多说话我觉得 为什么这么难听 现实生活中 你真的会这样指着我来说 慢慢觉得网民 其实是我是什么 是一个话题 是一个很遥远的人物 话题 他不当你是有血有肉的人 加完蛋白再生水 加完蛋白再生水 为什么我有这么一个下场 我都会在想 究竟我当时去决定行这一件事 是否错 我呢 社交媒体令到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传媒 他不为意到当他接一些广告 或者是叫做 有少少交换了利益的时候 他才要小心 当如果那个人或者那个熊人 是有意识知道自己做一个媒体 这种身份 他会会想很多 譬如我发布一样东西 或者我转载某些东西 那就要想一想 这件事是真还是假 根据一个国际大型网站的数据显示 社交媒体用户近年增长速度加快 增幅最多的是 50岁以上的用户群 我发觉你们真的不喜欢听电话 打电话给你 你就不接电话 是靠我WhatsApp给你 林亭欣经常在网上 揭露博客误导内容 他眼见社交媒体越普及 网上流传的谣言就越传越广 他之前经常传一些流传给我 我跟他说这些流传 你不要再传过来 但是我惯性 不是全部都看完 柳立 我们的惯性就按给其他人 送给别人 我用一些剧集图 就加了一些文字上去 讽刺着现在 谣言四起这个现象 但是最后想不到 有一些图都被人拿出来 因为他说了 中大有同学就想理解我 我对现在的网络摇疑有什么看法 这张人应该是伴述的 这张无可 我觉得他是相面人 网络的力量 一方面 你一些对大家有用的信息 你可以很容易 去到很远都可以接收到那些信息 但是你一方面 如果你传出去的是一个假的消息的时候 你就可能会影响了很多人 我相信有一些本来不是真实的东西 做YouTuber 或者搞这些网上的东西 公信力很重要 就是不可以突然之间 卖完A, 获产 然后突然之间就说B, 获产很好 那些人会不会相信你呢 我现在是一元广告费 我都没有收过 我现在很喜欢我在做这件事 有空彈一条片出来 你们上班、下班、上学、下学 十分钟看下笑下 我都很满足 我今天要在做这件事 我已经知道了 我的错语力了 今天就会不得到 听说明快才有充足 在家里面 对